可以做出很多的查询功能出来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 假如说我要把那个查询界面改为什么 改为VLUK函数的话 那其实很简单嘛 抓过来一样是003 那如果说我要把它改变的话 其实只要把它删掉 插入函数的时候呢 我把它换成在 减思与参照里面的最下面 最下面这边就是VLUK函数 这个其实用到的机会还蛮大的 然后第一个LUKValue 就是这一个003 对不对 接下来他会问你说TableArray 这个所谓TableArray呢 指的就是你要比对的 那一个范围的对照表在哪里 那基本上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LUKUP里面的这个范围 但是不包含上面的这个栏位名称 所以是这一个 当然这个名称呢 如果你觉得这样选很不方便的话 一样可以怎么样 把它改一个名称 比如说这个名称的话 我先取消一下 我可以先把这个先把它选起来 记得不要选到上面的那个名称 然后呢 再一样公式里面的定义名称 那名称的话 我干脆一样叫这个工作人名称 叫LUKUP 就用这个名称好了 OK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一样就是切过来 那我们这边的话 那做法 其实我蛮建议来 以后你干脆都用名称好了 我习惯就用F3 点它 然后这边按F3 就把那个什么 那个叫做LUKUP 然后按确定 那再来他会问你说COL 这个COL是COL Lan的意思 Index是索引值的号码 也就是说你要查查询一定是查第一栏 你选的那个的第一栏 那查回来的是那个选的那个范围的第几栏 那第一栏编号码 那如果是姓名应该是第几栏 第二栏 对不对 然后比对方式 这边有特别强调 如果True的话或省略 其实True我们就用0来代替 我习惯True就用0来代替 LucaLange LucaLange True的话呢 它表示什么 找 更正一下 True的话是1 跟这样 找最接近 如果你要找接近是1 然后如果说你False就0 完全一样的 那因为我要找的是完全一样 所以你就0就好了 那如果说你用1的话 它的好处是 如果你向下来你选了009 如果你用009的话 你这边输入0 它会找不到 可是如果你用1的话 我这边试一下给各位看 就按确定 然后这边 假设我今天找到的是00 假设这边的话 我要从这边 00 那麻烦 这个地方 这边应该可以改 我说009 如果我这个地方 有没有 假如说输入009 那因为呢 我向下 它抓到 这个地方就会找不到 如果我这边把它改成 改成1的话 它会找什么 接近的 所以差别在这里 那OK 其他的栏位的话也是一样 所以我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跟刚刚一样 所以我把这边贴上 那实际上 只是要改一下什么 改一下这个 改这个把它改成第三栏 然后这边把它改成第四栏 以此类推 就可以帮我找到其他的栏位 第三 第四 打勾 这个是第五 那以此类推 做完之后的话呢 那一样的方法 其实最后做完的结果 跟刚刚的那个lookup 其实大致上是一样的 只是说呢 这个地方用的函数不同 我们用那个v-look函数来做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就是把那个刚刚的插均界面 用的函数 改为用v-look函数来做